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又开始见面了 今天我们还是讲解.net整个体系当中的一个课程 那在我们前面一个课程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HTML 那我们在下面一个课程当中我们给大家讲什么呢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地方一个downnet一个知识体系 在这个知识体系当中 大家来看我们地方是一个红色的区域 那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Sexaver数据库的一个学习 那我们在这个数据库当中 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述什么样的一些知识呢 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Sexaver2005里面主要给大家阐述的是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一些知识 那在我们这地方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会给大家去讲解数据库的一个基本知识 然后就是给大家去讲解如何去操作数据库的一个语句 就是我们的什么T-SQL的一个操作语句 那在这地方我们还会给大家涉及到就是权限的管理 我如何在Sexaver里面怎么样去使用Sexaver 全线的管理怎么去实现 以及在这个当中我们如何去实现 直查询 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还会给大家讲 哦,失误的概念 索引的概念 以及视图的概念 那这些东西呢 是我们在开发当中会经常所涉及到的这样一些东西 那在这个当中还会给大家去讲解什么存储过程 那我们什么叫存储过程 以及存储过程我们怎么样的使用 那这地方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这样的方式 那在这一地方我们还会给大家去讲解什么出发器的这种概念 可能大家对现在这些概念呢都不是很清楚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等我们学习的大家自然就会清楚 那这些的东西我们要掌握到是掌握到什么层次呢 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东西 那地方大家首先要清楚 这些东西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企业所要求的编程员对我们的一个要求 也就是说我如果说作为一个什么程序员 那我对数据库的这些知识 我就必须要知道这么些知识 那首先地方大家要知道我们的数据库在我们程序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因为我们经常在写一个程序也好 还是在编写一个论坛也好 大家都知道需要什么数据的一个需要一个数据的一个存储 那我们的数据的存储是存在什么地方呢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这个数据的存储是放在什么地方 那就放在我们的一个什么数据库当中 那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数据库的一种方式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什么数据存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这地方呢大家一定要清楚这样一个方式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什么呢做这个开发当中所又涉及到数据库的这些东西 就主要的就是这么些东西 好那我们下面开始进入本章的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进入本章的第一个课程的学习 好那我们下面来看在本章当中我们需要讲掌握什么样东西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在讲解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以什么的Sexaver2005作为一个实例的程序进行讲解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要了解Sexaver2005的一个安装 然后我们就是要知道什么数据库的一些什么基本的概念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后面就要学习如何去创建数据库 以及怎么样去创建表和约束的一种方式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这地方还会给大家去讲解在创建表的时候 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些准则 那这个呢大家就是比较清楚这样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如何进行Sexaver的一个安装过程 好那这地方呢大家下面看我的这样一个演示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这地方有一个什么的有一个Sexaver的一个ISO的文件 那这地方在选择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选择什么的选择是X86应该是32位的机器 然后是选择服务区端组件工具联机重书和实力 在这地方选择什么的接受 然后他会进行一个什么对我们这些组件进行一个配置扫描 好当我们成功了以后当我们点击下一步 好那这个时候呢他需要对我们这个计算机的配置进行一个扫描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点击下一步 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再点击下一步 好那这个地方我们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地方就需要你进行选择这样的一些组件的一种安装 好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组件的安装 好也可以如果说大家现在不清楚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全部进行选择 好全部进行选择防止我们在安装错误 当我们选择完毕以后单击下一步 在下一步当中因为我们已经进行了安装 好这个地方就会选择什么的选择一个我这台什么计算机的一个实例 那也就这个地方我们选择什么的默认的实例 好因为我这地方已经进行什么安装了这样的东西 然后大家在下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什么选择他的一个账户信息 那在账户信息的时候大家记住千万不要选择预用户的状态信息 我们选择什么本地的状态状态就是千万不要选择预用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那然后在地方我们选择一种登录方式的时候 那就大家一定要注意是选择混合方式的一种登录 那在混合登录方式的时候我们就要就需要给SA这个用户去指定他的密码 那这个密码只要你自己记得住这个密码就可以了 那地方的大家一定要清楚因为我地方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已经安装了 没有办法我们进入到下一步的一个什么下一步的进行安装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一方面大家就是在下面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要选择的时候注意他这个什么预用户 注意千万不要选择预关于预的一个信息 那第二一个我们选择这个这个什么是选择混合方式的一种登录过程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进行sug server的一个登录的方式 那当我们sug server登录了以后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在这个我们说sug server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数据库的一个管理的工具 好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什么数据库的一些概念 那在这个我们说什么叫做一个数据库呢 那数据库可以我们用个很简单的一个词语来定义 就是一个什么数据的仓库 也就是说数据库里面堆放的就是什么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 那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叫做数据库 那我们说sug server 2005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什么数据库的一个管理软件 那就通过这个软件可以实现对我们什么创建数据库的这样一种过程 以及我们可以很方便通过这个软件的方式能很方便的去实现的对数据库的这样一些管理 那我们说这个sug server 2005就是这样的一个什么数据库的一个管理软件 那我们把这些就是我们现在数据库这些管理软件 实际上我们统称为叫什么叫做关系型 叫做rdbms叫做什么关系型数据库管理软件 那我们说关系型数据库管理软件什么意思 就是管理的数据库首先是一个关系型数据库 那我们说大家都知道数据库是什么数据的仓库 那关系型数据库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在堆放里面的数据他们彼此之间是什么是相互关联的 那就在这个数据库里面的东西它不会存在的一个什么没有关联性的东西放在里面 那这个地方呢首先就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说我们关系型数据库里面的东西存放彼此之间是什么是有关联的 好那当我们安装完了也大概知道了一个数据库的一个概念以后 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什么sug server 2005的一种使用的方式 当我们安装完毕以后那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什么进行展开 那在展开的时候我们安装准确了以后 这地方在sug server里面有个叫sug server manager studio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主窗口主界面 当我们点开的时候这地方就会出现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过程 出现这地方因为我们安装了第一次使用 那这样他会进行一个什么扫描的过程 然后我们在这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安装里面这地方还存在什么 有一个叫做配置工具 在这个配置工具当中大家来看有一个叫sug server外围 外围配置这样一个服务器 那我们说外围配置这样一个服务器它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大家来看一下可以干什么呢 就是说可以用来去停我sug server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说停sug server的一个服务什么意思 大家发现sug server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打开的时候它就能用 那也就说明sug server的服务是什么是作为启动的 对吧那启动了这个服务 只有启动了这个服务 我们不需要打开这个什么打开这样的一个管理界面 那我们这段程序都可以去连接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也就是sug server服务 其中就告诉sug server2005它是在工作 那就这地方它是通过一个什么服务作为支撑 那如果说我不想让它什么服务运行 那这个时候我就把它的服务进行停掉 那如果说我把它服务进行停掉 那下一次的时候我一定要用这个sug server 一定要把它的服务干什么开启 那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清楚 那这就是服务什么外围配置器 这是用来干什么 可以用来停它的一个服务 因为大家如果说在不用sug server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服务给它停掉 那我在用的时候就把服务给它什么开启 那这一段的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当我们我们打开了这个以后 大家发现就这地方就会存在了一个什么 存在了这样的一个登录界面 那在这个登录界面当中 首先让我们选择的叫做服务器的类型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去给大家解释什么叫做服务器 那既然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服务器 那必然还有一个要给大家去解释什么叫做客户端 那我们的客户端跟服务器的一种意思 什么意思呢 那服务器就是一个什么提供服务的计算机 我们叫什么服务器 那客户端是干什么的 既然有人提供服务 那就必然有人干什么 开始享受这个服务 那客户端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计算机 那这个计算机干什么呢 是用来享受别人给我提供的一种服务 那这一方大家就必须要去清楚这样个东西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是用来提供服务 一个是用来别人什么 享受服务 那比如说我们说客户端和服务器的通讯的发起者是谁呢 那这个通讯的发起者永远都是由客户端进行发起 永远都是由客户端进行发起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要清楚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方服务器 我们安装的这个服务器我们浏览 浏览这边就告诉我这个地方的服务器 诶我们我们这个地方的服务器诶真的叫这个 好那我这地方点击连接 好那这个时候大家发现诶这个地方 因为我这个地方的服务器是跟我计算机的名称是什么 相对应的也就是说我计算机的名称就是PC-2009-08-29 我们来看是不是好果然是这样的一个名称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连接的就是什么就是诶 这一台服务器叫做PC纲 这一台服务器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数据库的一个存储信息 全部存储在这台服务器里面的 如果说我一个客户端的程序连接到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什么 从这台服务器里面去取数据 好那我们这方大家首先第一个就要清楚 这样的过程好那我们展开的时候 大家来看一下数据库展开的时候 这边就存在有个叫做系统数据库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系统数据库里面 大家来看有四个系统数据库 那这四个系统数据库它是什么意思呢 以及有什么用呢 那就是系统数据库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默认的时候 当我们安装subserver的时候 那这个系统数据库就自动的已经安装进去了 那这个我们的系统数据库主要存在了 我们来看有这么几种的系统数据库 首先叫做master数据库 那master数据库master这个单词本身的意思叫做主要的 那这个数据库主要肩负着我subserver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工作 重要的信息都是存在什么master里面 那我们还有一个数据库叫做什么模板数据库叫做model数据库 那这个数据库是用来做什么呢 大家发现比如说我们既然存在了数据库里面就有两种类型 有系统数据库那必然就有干什么 有知定义数据库 那比如说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家来看一下在这个系统数据库里面我们展开的时候大家发现 在这个里面我们会发现肯定它会存在了什么的 存在了比如说我们来看好我在地方新建一张表 那这一方的大家就要清楚这样的一个过程 清楚什么过程呢 就是说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诶数据库它是由什么的集合所构成的 是由表的集合所构成 也就是说诶数据库它是首先是一个数据的仓库 那数据的仓库什么意思 我们说的更直白一些 数据库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表的集合 就是里面有很多张表所构成 好那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创建一张表 我们后面还要讲 好我们给这张表取名为T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 好我来看看 好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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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错误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因为我模板数据库正在用 好 那我们下面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大家发现里面自动存在了一张t这张表 那也就是什么意思 模板数据库的意思什么意思 当我们要创建一个自定义的数据库 它会把什么模板数据库里面的东西原封不动的烤到我什么的新的数据库里面去 那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model数据库的一种方式的含义 那就在这边还存在一个什么msdb 那msdb数据库主要用来存什么 比如说我的什么日志的一个错误警告的信息等等等等这样一个过程 那在这边还存在了一个系统的临时数据库叫做tempo db 那这地方就是它的一个什么临时数据库 那这边大家一定要清楚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清楚里面有什么呢 有系统数据库 那必然有系统数据库 那还有什么用户自定义数据库 好 那我们下面就开始给大家去创建用户自定义数据 用户自定义数据库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 那我们说用户自定义数据库 那我们说怎么样去创建呢 首先我们点击数据库这地方有一个什么 新建数据库 那这地方呢 我有一点要给大家强调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创建数据库和创建表的时候 我们会是通过什么 通过两种方式 一个是通过什么呢 鼠标点击的方式来给大家创建 还有一种方式我们是通过什么 代码的方式创建 那我们在学习到后面的时候 那我们侧重点是关注在什么 代码上面 因为我们程序员都是通过要写代码的一种方式 那地方大家一定要清楚 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当我们创建 比如说这个数据库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我们给它指定了一个名称 假设这地方数据库的名称叫做text 好 那这边大家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 那我们也就说数据库的信息它是存在什么地方的 因为我们数据库里面是要包含的一些数据 那这些数据它是存在什么地方的呢 那这样他有人可能会想到 那这些数据是不是存在文件里面呢 那也就说这个数据库它对应的文件会有哪些呢 那这边我们下面来看 这边就列出了它的数据库文件 那在这个文件里面 大家来看文件类型主要有两种 也就是什么意思 我一个数据库就主要分为两种文件类型 一个叫做数据文件 一个叫做日资文件 那数据文件里面就是存放的我所有的什么的数据库里面的数据全部放在这个文件里面 那也就说我日资文件里面是存放的是什么 是我所有用户的一个什么操作信息 那就是有人在想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他老师 我如果说把这两个文件拷走 那我数据库是不是也要跟着一起进行搬家呢 好 那我说原理上是这样的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不过我们不能是直接复制的方式 那我们要通过一个其他的一种特殊的操作 那这个操作是什么呢 好 我到后面的时候再给大家讲 那这一方呢 首先大家一定要清楚 首先我们数据库的信息是什么呢 是存在文件里面 那这个文件就有两种文件 一个叫做数据文件 一个叫做日资文件 这地方是大家必须要去清楚的 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 在文件里面我们需要指定什么样的信息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指定他的一个文件的一个逻辑名称 那这边有人问这个逻辑名称是什么意思呢 好 那这个我现在就给大家说什么 逻辑名称是给server来用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 那我在后面的时候通过代码的方式 你就自然会进行清除 好 那我们说还有在这地方有什么 可以指定他的一个什么初始大小 就是我这个数据文件大概初始的大概多大 然后在这地方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自动增长 就是当我数据文件比较当我数据比较多的时候 已经超过我分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大小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怎么样让他进行增长 那这个时候就是设定他的一种自动增长方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设定他的一个具体的路径 那这个设定他具体的路径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我这个文件真正的是存储在这 真正的存储在这 那我们数据文件的一个扩展名 它是有两种方式 一个叫什么mdf 或者叫做ndf 那mdf的文件叫什么呢 叫做主要数据文件 那ndf的文件叫什么 数叫做什么次要数据文件 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说mdf只能有几个只能有一个 对主要数据文件只能有一个 那我们说日制文件的扩展名叫什么ldf 那地方大家一定要清楚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文件可以存在有多个 比如说有多个数据文件或者多个日制文件 这是都是允许的 好那地方的大家一定要清楚 就是说在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创建数据库的时候 那该怎么样 好那我们当机点 确定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创建数据库就已经成功 那这个呢 大家就要清楚 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如何去创建数据库 好那我们下面是通过什么通过代码的方式 怎么样去创建这样个数据库的方式 那我们通过代码的方式怎么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干什么 新建一个查询 那也就是说我们代码是在新建的一个什么t 新建的一个叫什么sql的这个文件里面去进行书写 好那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 当我们创建数据库的时候 那这个数据库的一个代码是什么呢 它的一个命令是什么 那这个的命令是什么呢 是叫做create 那我们的地方create什么东西呢 好那我们的数据库叫什么database 那这种方式就叫什么create database 好那我们在地方先把它的字体改大一些 好那我们的地方就是create database 那也就是这方大家来看那create database后面我们写什么呢 就是写上数据库的名称 那也就是创建数据库我们最简单的写法就是这样一种写法 那就有人说老师你没有指定数据文件也没有指定日志文件 那就大家注意这样的方式 就是我没有指定他会采取什么 所有的东西会采取默认的方式 那比如说那我们下面怎么样去进行一种执行呢 好那这一方大家对这有两种 首先第一个进行分析 那分析的意思就是判断我这个代码有没有语法抽 那第二个方式我们就是用tack号的方式进行执行 那执行的话就告诉我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我们来看刷新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来看有没有text数据库有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创建数据库就已经成功 那比如说下面我们开始对这个数据库干什么呢 哎我们用来指定他这个文件具体存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时候我们干什么呢 那这个时候大家现在存在这样问题 这个数据库是不是已经存在了 那我们说如果说这个数据库已经存在 那我们就要干什么存在的数据库我们就要干什么 哎如果我们是不是要检测它是否存在 存在了我们就把它删掉 那怎么样进行检测它是否存在 那地方就涉及到一个if 那if是假如 那地方会涉及到一个叫什么 叫做我们这样的一个东西 叫做有一个叫做什么 一个dbid的这个函数 那在这个dbid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写上什么text 好那我们就要加上一个n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再加上一个n的一个方式 这地方代表什么意思呢 加上一个n的一个方式 就代表把我搭注一下 在sick server里面的字符串 是用单引号的方式 sick server里面没有双引号的一种字符串 当我在前面加了一个n的一种方式 就是把我这个字符串 转成了什么unicode格式的一种编码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那我们干什么 ifdb-id is now的nul就是不为空 也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检测这个什么text数据库的id为不为空 如果不为空 那说明这个数据库存不存在 那数据库存在 那存在了我就干什么 就是把这个数据库做删除 那做删除的话就是什么呢job database 那job database后面数据库名 好然后这地方我们加了一个什么加了一个go 那这个go是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会给大家进行解释 好那我们下面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 对这个数据库做出修改没有任何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要指定什么指定他的一个数据文件 那这时候大家注意这时候我们要加上一个on 那on的后面我们就加上什么加上一个括号 那在括号里面我们就要指定他的一个信息 就要指定他的一个什么信息呢 好最起码的信息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name的信息 第二一个filename的信息 那我们说name的信息是代表他的什么是逻辑文件名 这地方又涉及到了逻辑文件名 好那我们就马上就给大家讲逻辑文件名 这地方什么意思 好那filename是用来指定什么他的一个存储路径 以及和他的一个什么数据文件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这边假设他是存在什么一盘下面那一盘下面叫test.mdf 那这边就告诉我他实际存储的路径是一盘下 然后他的一个文件叫什么text.mdf 也就是说当我把sixiver关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就是我filename的名字 对那我如果说我要想在什么想在这个sixiver里面去引用这个数据文件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的名字是谁名字是逻辑名称 那也就是说逻辑名称是用来我在什么sixiver里面去引用我的这个文件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好我们先执行一次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成功执行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存储位置我们给他更改没有 那这个时候我们点属性属性里面就有个文件 当然来看这个时候我们就更改成什么一盘下面 那这一方呢大家就要清除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增加什么日字文件 这边就加什么log on 那在log on里面一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指定name fill name和什么size 以及什么max size对吧这些东西那这边大家一定要清楚 那比如说这个具体的信息比如说我到底该写哪些东西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呢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查阅一下sixiver里面的一个帮助 好那这个地方呢我简单大家注意你们在看sixiver帮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选择的是t circle的方式 那在t circle的方式当中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好 这个地方就是会存在了这样一些语法 那这些语法大家在看的时候凡是中括号的地方都是可以省略的 也就是说我创建数据库最简单的一些吧就是create database 数据库名 那当我们在写on的时候这地方就会列出大家来看on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叫做files spare就是文件特征 那我们来看文件特征里面是不是就要指定什么name fill name 那name就是用来指定它的逻辑名称 那file name就是用来指定它的什么呃指定它的物理存储路径 size 那max size是用来指定它的最大尺寸那file groups 那就是文件的一个增长方式 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可不可能存在多个文件 那可能那彼此之间是用什么逗号的方式来进行分隔 那如果说我们要指定一个日字文件就是log on的一种方式 那这个地方呢大家就必须要去明确清楚我们创建数据库的一种方式 以及我们如何去检测某一个数据库是否存在 以及检测某一个数据库是否存在 那当我们数据库已经创建好了以后 那我们现在要对这个数据库做出一种修改的方式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好那这个时候就不是什么呢create create database 那地方呢大家把这个create这个命令呢一定要清楚 那比如说我们学到后面你就知道 哦创建数据库叫create database 那我们创建表就叫什么create table 那比如说我们创建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是create的一种方式 那比如说我现在表已经创建了数据库已经创建 我们现在要对他内容做出修改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用到的叫做alter database 那这个alter database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语法的一种方式 首先第一个alter database是什么呢数据库的名字 就是我更改这个alter database这个数据库它到底叫什么名字 然后是干什么地方大家来看有个add 或者是modify files 好我们来看这个地方的一个信息 就干什么add file就是用来干什么 去增加这个文件 那增加这个文件干什么 一样的一种方式 我们要指定name file name size max size等等等等这样一个信息 好这是增加文件 好add load file 这是增加日字文件 remove file 这是用来干什么 删除文件 modify file 这是用来什么 哎修改这个文件 那比如说我修改这个文件的什么修改文件的这个大小 那比如说我就简单来给大家写一个我们来修改这个文件的大小这样的方式 好那这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修改这个文件 然后修改这个文件里面就是括号 那括号什么呢好 name 就是用他的什么逻辑名称 然后我们给他的size给他负一个什么10 好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这段代码进行执行一次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属性 看他的大小是否进行更改 好这边大家来看初始大小已经更改为时 那这地方呢大家就要清楚我们怎么样去做文件的一个修改 以及我们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去创建这样的一个文 创建这样的一个什么数据库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创建数据库的这样一种命令 以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去做 好当我们数据库创建完了以后 那我们下面就开始干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说关系数据库里面就是由什么所构成 就是由什么若干张相关联的表的集合 就是由很多张表所构成 那也就是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种表的一种创建方式是如何去创建的 那在我们创建表的时候他遵循这样的几个步骤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是通过什么 通过鼠标的方式来给大家创建 那我们说我们在创建表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指定的是什么名称呢 指定的是立名 好那我们下面就给大家做一个什么 我们创建一个什么学生表 好那在我们创建学生表的时候 大家来看学生表里面会有什么信息呢 以及我们在创建表的时候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原则 那地方大家一定要清楚 就是说我们在创建表的时候有个简单的原则可跟我们遵守 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一张表他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创建这张表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的一个原则是什么一张表 他只能做一件事情 好这是我们一定在创建表的时候一定要去什么注意的这个东西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什么 创建一个学生表 那就这个学生表就存储的是学生信息表 那么既然学生信息表里面 那必然就存在跟学生相关联的一些信息 不可能他里面存在的老师的一个信息 对那地方大家一定要清楚 就是说他存储的信息是什么 是一个里面只用来描述的是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下面来想一下 那学生这个学生信息表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呢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有什么有学号 好有学号 那我们学号给他设定什么类型的数据呢 给他设定一个整形 然后在地方我们说还有什么呢 还有他的一个什么名字 对吧 那地方还有给他设置的名字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创建表的时候 那创建表的时候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指定内秘 那列明以后 然后我们就指定他的数据类型 那数据类型在选取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清楚 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些数据类型 那比如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 选择数据类型 一定要是根据我们的什么呢 这里面所存储的数值相关联 如果说我这地方存储的是一个字母的方式 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就是用字符类型 那在这地方我们来看 他字符类型有这样的几种字符类型 首先这地方有一个叫做nchar 那有什么呢 还有这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有叫什么呢 我恰就是他的类型分为什么 分为前面有n的跟没有n的 以及分为我恰跟恰这样的方式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就是恰跟我恰的区别 然后再来看有n和没有n的一个区别 好那我们先用什么先用恰的方式来做 好我们给他定义了什么定义了是10 好那我们把这张表进行保存 好就叫做student 那我们干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往里面录入数据 好打开这张表 好学号一号学号 好我们录入了什么录入了三个 把这个人名字假设叫3w 好那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当我们在选中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 大家发现明明我录入的是三个字符 但是我在选中的时候 大家发现是不是后面有很多的一种空格的一个方式 那就这个地方呢 大家就是一定要去清除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我一旦数据类型选用是恰的时候 就表示它固定是占什么10个字符 如果说没有占满10个字符那怎么办 余下的部分我们用什么来填充 用空格的方式来进行填充 那这个呢是大家就是一定要去清除的这样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做 这个就是什么恰 那恰就是说当你分配多少它固定多少 那我们什么时候该用恰 就是当我们这一列的内容 是一个什么固定内容的时候 它的长度是固定下来 比如说我们是性别 性别只有可能男或者女 没有说其他的可能性的选项 那这个时候当我们是固定的时候 那我们这时候就用恰数据类型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 改成什么word chart的一种方式 好我们也改成10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往里面进行数据的一种录入 好我们把这一行数据删掉 也输入三个W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在选中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选中的部分是没有包含的空格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一个 韩式的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 当我是用word chart数据类型 虽然说我地方给它什么 给它分配了是什么50 但是你实际用多少 它就占多少 但是你不能超过它 那这个是大家必须要去注意的 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word chart 就是一个什么可变字符 那ch就是一个什么固定字符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字符的时候 前面还有个n 那n什么意思呢 n的意思就表示 它的一个字符的编码格式 就叫unicode编码格式 那没有n的一种形式 它的一个字符编码 叫做askma编码格式 那askma编码格式 跟unicode字符编码格式 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注意unicode 就叫宽字符编码格式 那宽字符编码格式 就一个字符 它是占两个字节 然后askma的话 是一个字符什么 占一个字节 那地方大家一定要 清除这样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用宽字符编码的话 就是说可以用来实现什么 做多语言版本的一个程序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前面 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n的一种方式 那这个就是有n跟没有n的一个区别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 字符数据类型 好那字符数据类型完了 那下面我们就有可能存在一个什么 存在一个整形 就当我们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人的年龄 那这个人年龄 他首先这肯定是整形 比如107 还是110 那我们在这个整形当中 一共有四种整形 好那这个四种整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看呢 好在帮助里面会给我们详细的做这样的说明 好我们来看这地方呢有什么呢 有这样的四种这样的一个整形 那这四个整形它彼此之间的一种区别是在什么 是在一个数字的一个存储范围上面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地方大家来看 首先第一个有个叫做tiny int 那这个tiny int是占什么 占一个字节 那这一个字节它所能存储值的范围是0到多少 0到255 那这地方大家来看还有个叫做small int 这地方是占什么 就占两个字节 然后那int就占什么 四个字节 那big int就占什么八个字节 那我们在选用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是根据我们实际情况的需要 我们到底是选用哪一种数据类型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人的年龄 那一个年龄大家就会觉得这边我们肯定会选择什么tiny int 这种方式来进行数据存储 不可能我选big int 对吧 因为这个人的年龄最多他可能是什么 最大可能合到一百多岁可能算很不错 那这边就是我们选择数据类型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根据我所可能存储的数值来决定 我用的到底是哪一种的整形 那这一方大家一定要清楚 就是整形我们有四种 那这四种就根据我们数值的范围来决定 我们到底是用哪一种的整形的方式 好那这个呢大家就要清楚这样的东西 好那我们下面将有整形 那必然就是什么带小数的 那小数呢在这个successful里面分为两种小数 一个叫做精确小数 一个叫什么不精确小数 那精确小数的实现方式是什么呢 好那我们来看已经模糊小数实现的方式是什么 好那小数这地方大家来看一下 好这地方大家来看一下 哎我们如果说是一个模糊的一个小数 这个地方大家来看用float和real这种方式都可以进行实现 那他们就是什么这里面存储的数字是什么是一个大概的 可以存什么3.53.543.546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数据 它是模糊的 那也就是在地方还有一种什么叫做精确的一个小数 那精确的这个小数地方大家来看一下 精确的这个小数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来做呢 是用这样的一样的也是有两个 就用december 就用december 那在这个december里面这地方就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说它是精确的一种方式 那在december里面就是指定的小数点后面存储几位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地方我们设定的一个类型 比如说设定了这样的一个什么年龄 好那比如说我们再选用december 18多号0的时候那这样就代表什么含义呢 代表它总共一共有多少位呢 总共一共有18位 那最后小数点后面有几位有0位 那地方就是什么 这地方就是它这个什么精确的小数 那比如说我用december还有一种 我们可以拿一种方式也可以实现它精确的小数 叫做lumbrake 也可以实现是精确的小数 就是我们可以指定它总共数据的位数 以及指定小数点后面有多少位 那我们这个就称之为叫做精确的小数 那比如说float跟real 它就没有办法去指定我们总共多少位 小数点后面多少位 那地方大家一定要清楚这样的方式 当我们需要设定什么精确的小数和不精确的小数 那我们该如何去做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什么 就是我们小数数据类型的这样的方式 那这个地方呢 那还有如果是货币类型 那我们就要去选择money 那比如说那在这个地方还有就是什么 比如说图像类型 我们选择什么image 如果说这个文本比较大 那我们就选择ntext或者text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实现 那这个呢 大家就是一定要清楚它的一个什么 基本的一种数据类型 那数据类型是根据我数据的一种取值来决定 那比如说我下面来看一下我说这样的几种 比如说我们是年龄 那这个年龄我们大家都猜到 我们基本上应该应该用什么来实现呢 好那我们基本上是不是应该用什么 应该用用什么 好应该用tallyint 那比如说这地方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它的一个性别 那性别我们基本上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固定长度 那固定长度那我们就要填几呢 好填写2 好那我们地方来看一下 那比如说还有它有什么 比如说有家庭住址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什么 可变字符 那这个可变字符我们给它设定什么 设定100个 那地方大家就是一定要清楚 这一地方就说我们该怎么样去做这个东西 选用 第一个我们要指定它的列明 第二个我们就是指定它的什么 指定它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类型 那我们说第三一个我们指定它的一个什么信息呢 那第三一个我们就要去指定它的什么 指定它的一个约束 那我们说什么叫做一个约束呢 那约束的一个含义就是什么呢 大家来看一下约束的含义就是什么 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而我们所添加的这样的一种约束 那就地方大家就要清楚 那我们说约束的含义就是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正确性所做的 那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性别 性别我们不可能填入1 也不可能填入A 那性别我们能保证的应该填入的就是什么 就是应该男和女 那这样的数据才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人的什么名字 这个名字不可能是1 也不可能是2 那我们怎么样去验证它这样 那这个时候就通过约束的方式 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那我们说这个约束主要有这么几种约束 首先第一种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来看这地方我们创建了一张表 我们创建了一张表 当我们像在这张表里面 录入比如说录入了一条数据 好那我们说录入了这一条数据 那录入这一条数据 是不是就是代表了一个对象 那如果说这个数据顾里面有十条数据 就代表了这十个对象 好那我现在请问大家 那十个这个对象 我们如何去区分这十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怎么样去区分开来呢 那这个时候在我们设计表的时候 那就必须要干什么 有一个字段能唯一的区分什么 能区分我们什么呢 能区分各个对象 那我们说这个这个字段有可能是一个 也有可能是两个 那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字段 我们就称之为叫什么 叫做组件字段 那也就是说组件字段 大家就是用来干什么 就是用来唯一的就是用来什么 彼此进行区分的唯一的进行区分 那这边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 哪一个字段能可能唯一的进行区分 那大家想到哪个信息它不可能是重复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来 是不是只有它的学号是不可能重复的 比如说我们说人的名字是可能是重复的 人的年龄可能是一样的 性别可能是一样的 以及家庭柱子也可能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 对这个学号这个字段做组件 那组件的时候怎么做呢 当我们点中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设置组件 就会出现一个一把钥匙 那大家注意了一张表只能有一个组件 但是这一个组件可以允许有多个字段进行充当 那这个呢是大家必须要去了解清楚的 以及我们必须要弄明白的一个东西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清楚 就是如何去做什么组件的一个约束 那组件的约束就避免了数据的一个什么重复性 避免了两条数据是一模一样的 它就把彼此的数据进行区分开来 好那这个呢大家就是一定要清楚 那我们在设计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张表一定最好就给它设置这样的一个组件 那这个组件我刚才说了可以允许有多个字段充当 也可以是一个字段充当 好那这是组件约束 那比如说在我们地方后面选中这个的时候 那这是表示一个什么非空约束 就表示他这个的值到底是为空还是不为空 那比如说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我们要做一个什么的 比如说我刚才我们说的性别 我们性别约束在他只能取什么 男和女之间 那这个男和女之间这种方式我们该怎么实现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到的是一个什么约束呢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检查约束 好那这个我们来看检查约束的这种写法 我们该怎么样去写 好首先我们选中什么 选中这样的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好这地方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呢 好我们右键单击这地方就会出现叫做check的约束 那check的约束检查约束的意思就是用来什么限定某一列的取值 那这一列的取值在某一个范围之内是等于什么或者等于什么 或者是某一个区间 比如说是大于多少小于多少这样一种方式 那这方面大家就是一定要清楚这样的过程 好那我们进行一个添加 那添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这地方去写什么表达式 那这个表达式我们该怎么去写的好我们约定这个性别这个字段只能取什么男或者女好男那等于什么呢 好或者怎么写的在这地方or6等于好那我们在地方只需要给定什么 好只需要给定男或者女好我们单击确定好进行关闭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测试一下是不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约束 好那我们录入第二条数据 好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了一个产生了这样一个什么错误信息 那这时候告诉这个数据它是什么插入不成功 因为跟什么约束冲突跟检查约束冲突哪个字段6 那基本就告诉我那我们这时候设置的约束是成功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check的约束检查约束就是限定某一列的一个什么字段的一个取值 限定某一列的一个字段的取值 那在这个地方大家就要清楚check的约束 然后我们说在这地方还存在什么约束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到银行开卡的时候 那我们在银行开卡的时候它默认的会把什么呢 会把开户行的信息比如说开户行的地址给我打上 那这边就会存在一个什么如何去设置一个默认值约束的问题 那我说这地方默认值约束怎么做呢 大家来看当我选中某一个字段 比如说当我选中一个地址 下面这样就有个默认值或者绑定 那我只需要在地方去给出这个默认值具体是什么就可以了 好我进行这样的一个什么呢 好那我们这地方进行比如说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设置完毕 它设置完毕了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我们不填的话是不是可能会出现它默认值的一种方式 好那这样大家发现这个默认值约束的这种方式的含义 那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主要给大家讲了这样的几种约束 第一个组件约束那组件约束就是用保证什么各个对象之间彼此之间是不重复的 然后第二个我们就给大家讲了什么非空约束那非空约束就是这一列的字段它不允许为空 然后第三个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检查约束那检查约束就是来限定某一列的曲子是某一个范围或者是某一个区间之间 然后再给大家讲了什么默认值约束那这一地方呢我这一地方呢我就不通过什么不通过我们代码的方式给大家 那代码的方式我们就留到下一节课的时候就给大家去演示这种方式的一种实现的过程 以及大家一定要清楚在我们设计数据库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呢一个数据数据库里面一张表只做这样一件事情 那地方呢大家下面一定要去多做这样的练习的一个过程 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就到这一方那我们下面把练习给大家布置一下 那练习呢大家发现只需要你把我上课的一个东西什么的 哎你要重新一定要理解清楚然后学会了怎么样去查看Sexiver的这种帮助 好那我们下面呢把今天内容来给大家做个小节 那在今天当中我们首先第一个给大家讲解了Sexiver2005的一个安装过程 就是我们在安装的时候该注意点什么 然后第二个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了什么Sexiver的一个什么数据库的一些基本概念 关系型数据库基本概念 然后以及如何创建数据库 那在创建数据库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理解清楚什么文件的一个方式 理解清楚文件的一个方式 然后在后面我们就怎么样创建表和它的约束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好那我们下面来看在下一讲当中我们主要给大家讲 在下一讲当中首先第一个我们会给大家实现如何在T-SQL里面 实现我们什么实现我们的表的一个什么创建的过程 比如实现我们表的创建的过程以及实现约束的创建过程 然后就给大家去讲什么T-SQL语句 T-SQL操作语句的方式 select, insert, update, delete 然后在这个当中还会涉及到什么函数的使用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地方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